聯合報說如果你當市長,你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 我就嚇過我要把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拆掉 把郝船你都嚇一跳,也不敢 什麼把松山機場拆掉 什麼外海蓋個跑道 飛機跑道我一看,哇天啊,這真的假的 好,不講那個 我說把忠孝西路的公車專用道拆掉 台北市政府公務局真的有出來回應 你知道他怎麼回應 他說這個問題,等到我們那個太極雙星蓋好了 還有那個機場捷運線蓋好了以後 我們會通盤考量 聽說你爬公 他只要騎個公車專用道 他跟他講說我們預計十面後起用 聽說你爬公 第一個太極雙星在學校你不知道 機場捷運站在學校你不知道 那種公車專用道躺在那裡七年了 我要講什麼 什麼叫公益社會 公益社會就說公平正義 不要講人自己相信不相信自己講的話 自欺欺人 我說台北市公務局出來回應我那個批評說 等我們那個太極雙星蓋好了 那個機場捷運線蓋好了以後 我們會通盤考量 我要問的是你七年前蓋這一條 你是誰都在笑的 對 所以說公益社會簡單的講 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 你要跟我講你不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軍隊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做 錯的事情每天在做 錯的事情還在官免堂皇 說得很大聲 所以公益社會簡單的講就是 對的事情可以做 錯的事情不要做 大家不要睜眼說瞎話 現在是台北市長 你就會去聽公司專業道 一晚上就把他拆掉 一天晚上就把他拆掉 你會把市民放棄掉嗎 你會把市民放棄掉嗎 我問你是邊幹的 我為什麼替他 不是啦 我是說如果你是現在的台北市長 那個公司專業道也是你蓋的 你會不會跟大家道歉之後開掉 我是這樣啦 你是個會道歉的人嗎 我跟你講 就算我沒有道歉 我也是連夜把他拆掉 這什麼意思 對就對錯就錯 就咬嘴就好 錯就說不好意思就好 當然你若非說這樣做正式道歉 我拼了沒有默 可是正式道歉又會怎麼樣呢 也可以啦 我只會說是非對錯 所以我常常說政治有那麼困難嗎 少回良心而已 什麼是對什麼錯 你告訴我你不懂 是 這才假的 從現在開始 凡是有批評人不要批評 你要提出更好的方法 如果你們有更好的方法我都會接受